我们再来关注湖北省南张县山体崩塌的最新救援情况 今天下午的16点专家及搜救人员在连续搜寻之后 确认现场已无生命迹象 被困人员全部遇难 昨天晚上的7点24分左右 湖北省南张县城关镇突发山体崩塌 将山前的一家酒店的部分房屋掩埋 经救援人员初步核定 共15人被困 年龄最大的61岁 最小的17岁 截至目前已有3人获救 12人遇难